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此局一上来 红方平均过来 黑方只能动降走斜 这里黑方老将有三条路可以走 下降或平降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黑方下降的一个走法 这时红方呢 又该如何抉择呢 红方这个炮的走位 成为此局的一个关键点 这里呢 应该走了一步 炮平山 叫局将作杀 那一方这里呢 比我选择只能撑死 如果呢 撑六路的是 红方呢 把炮一摆 下一步浸泡将这一步杀起 黑方彻底误解 因为黑方呢 面对红方的浸泡叫杀 抬局呢 又来不及 世界呢 又打不开 如果平老将 红方呢 灶头一将 你撑死 我用局砍死 把脸将杀 你如果平降 我浸泡一将 黑方呢 防不胜防 那这一边呢 如果一方这一边看红方平泡之后 撑四路的是呢 怎么样 红方这时候 又开始会抉择 红方这里呢 有一个妙招 就是呢 巧妙 选择一个 进炮的走法 进光起变 看黑方如何应对 那好像呢 这一步进炮 看似平荡武器 黑方呢 又会如何决针呢 首先来讲 黑方的局是不能抬上来的 如果一进局 红方呢 进底炮杀起 那些事打不开 局又不能动 如果平局抓炮怎么样 那红方呢 把局一把 先不禁离局一将 直接杀起 黑方出老将 也为失以往 因为呢 红方进局将 是局炮困杀 一用黑方的事 当初的炮架用 黑方比拔 那一方这里呢 如果不平局抓炮 先平老将呢 也没用 我照头一将 黑方称是 我进局砍是 白人将杀 你还是得平老将 我这一边继续平局 下一步局将这一步杀起 黑方呢 彻底无解 所以呢 这里呢 一开局 但红方平局到中路的时候 黑方下降 根本呢 来不及 那现在呢 只能降五平四或降五平六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一方降五平四 红方呢 会做应对 红方也是把炮摆到这个点位上 下一步利用白人将杀 那一方这一边破为无奈 抬局呢 又无法反手 动脑将呢 也没用 迫不得已 只能抓紧机会撑个四 这里最完全的走法是撑四路的四 待会黑方呢 有下降的机会 倒是呢 也没用 红方这里呢 巧妙选择一个 浸泡一将 看黑方怎么应对 黑方破为无奈 还是只能选择撑四的走法 但到底该怎么走呢 这边黑方呢 为什么不能下老将 因为一下降 红方还是一开局的那一套棋 兆头一将 逼黑方平降占中之后 把局一把 近底局绝杀 必败 那一方老将下降不去 就只能撑死或下死 如果下死的话 我把脸将杀 所以呢 黑方只能撑死 来挡住红方的双面 反正红方呢 兆头一将的这一步棋 到棋面至此 还不算明了 线红方呢 这边又该如何绝针呢 红方这里呢 巧妙把炮推到底线 下一步平炮到内线来围剿 黑方这时候呢 就十分无奈 现在黑方即便有多种走法 这里呢 有下老将 下士 或抬高鞠来狼炮 三种方式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黑方抬鞠的手段 如果把鞠抬上来 防止红方的平炮作杀怎么样 那红方呢 就先平炮来一将 黑方这里呢 又可以分为下士或挡鞠这两步棋 我们先看一下黑方动鞠的变化 如果挡鞠 红方呢 只要下刷就行了 下一方呢 这时候十分无奈 因为压根呢 够不成有任何威胁 这一边呢 如果抓紧机会平炮过来围剿 却发现根本来不及 因为呢 我介绍助攻 进鞠 下一步抗士就可以呢 构成一个绝杀的机会 你现在的下老将也会是希望 你称式呢 也没用 红方进鞠抗士将 黑方只能下老将 这一边呢 又是抬高鞠 面对红方的平水抗士将 这一步绝杀 黑方彻底无解 那如果刚才一方呢 有些情会认为 我干嘛呢 要平足呢 我先下老将怎么样 一下讲 红方也是进鞠 下一步抗士将杀起 黑方射落不动 上架也没用 动鞠呢 也徒劳无功 还是只能撑死 我就进鞠抗士 下一步退鞠回来 又是抗士将的绝杀 黑方必败 那么这也是黑方这边先挡鞠的走法 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旁边 当红方平炮这样之后 黑方如果不先挡鞠 而是先落士呢 怎么样 如果下士 前面是否有所不同 那红方这时候又开始了抉择 红方呢 就平鞠照头一架 把黑方的士给勾上来 紧接着呢 虚黄一枪 谋刺一方的鞠 那一方鞠丢铁亚巴 只能平鞠来抓红炮 当也没用 我这时候呢 只要下刷就行了 那一发现在呢 会发现 这里呢 如果直接平鞠的话 也为11万 因为我禁鞠点一架 黑方无法下士 只能下老将 我再次禁鞠就可以抗士 来叫杀了 你这边呢 平鞠的话 我点一将的同时 黑方一上将 我又可以退居吃竹 毫无意义 你这边呢 如果老将跟士安兵不动 直接拱鞠过河呢 也没用 红方也是平鞠抗士 黑方呢 一上将 我又可以退居抓高士 抗士叫杀 易如反掌 黑方呢 不管是 动鞠也好 动鞠也罢 都守不住 红方的抗士将杀起 那么这也是呢 一开局 红方这边选择退底炮之后 黑方这边抬高居 倒降面的一个变化 那这边黑方呢 还有下士或下降两种方式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黑方下士的走法 如果这么走 红方呢 就平炮 但翻空投炮呢 其实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呢 可以平鞠照将 当一方待会一下降 就可以高枕无忧 我照头一将 黑方呢 就平价当中了 好意义 所以红方这里呢 眼看黑方下士 要先用鞠来将 把一方的士勾上来 再次平炮开来 现在不非常明显 又是平鞠 叫炮杀 来抽吃一方的鞠面 那一方呢 这时候呢 迫不得已 还是得逃高鞠 那红方呢 又可以呢 利用刚才的套路来照杀 只要平鞠抓黑鞠就行了 回到刚才的抓黑鞠的这个局面 你平鞠狼炮 红方呢就下帅 保住这个炮 你又不能用鞠对炮 只能动足走个鞋 我点点两将 通过抽吃黑方底边的士 就可以能够成杀棋 这些黑方这一边呢 眼看红方退炮之后 下士的一个变化 那如果红方呢 一退炮 黑方这里呢 不落势 也不抬鞠 而是先下降呢 其面是否有所不同 红方这手 又关注了绝围 红方这一边呢 很多球到了这一步 仍然左右为难 因为看不出有任何连加杀的机会 这时候呢 红方这一边 要走一步 平炮 照江的棋 看黑方走位 黑方无法平降站中 只能选择下士 到一下时你会发现 你照头江也没用呀 黑方那一平降 仍然可以高层无忧 红方呢 根本没有 鞠炮联动的一个机会 压根呢 赢不了 所以一方呢 下老江 红方呢 还是不能放空投炮 唯一的办法 照样只能先平鞠过来 谋吃黑方的事 那一方呢 现在呢 有上降或称师这两步棋 如果一上降 红方又把炮套过来了 仍然可以顾及从事 就是利用呢 鞠炮 来谋吃黑方的鞠 照相抽杀 那一方这里呢 最完整的走法 就是撑底式 但是撑起来也没用 我还是平炮 目的非常明确 下一步平鞠 叫炮这样 就可以抽这一鞠 而黑方现在平老降 也来不及 红方一百鞠 下一步进鞠降就是沙奇 你这时候呢 鞠台上来 也为时以往 你一旦平降 我进鞠点一鞠 抽吃黑方的底鞠 注意丢必败 所以呢 刚才呢 到了这个旁边 红方套炮之后 黑方将是不能动的 是又打不开 还是呢 别无选择 只能抬高鞠 首先呢 可以平鞠点鞠 挡住中路的下面 二来呢 又可以通过平鞠 来拉住红方的炮 但是这么走 也没用 红方还是利用刚才那一套 这一边呢 现在 我指里 只要选择一个平鞠就行了 下一步呢 还是抽这一方的鞠 逼这一方的鞠 给倒腾回来 这时候呢 红方这一边 又开始应对 红方这一边呢 再次选择一个下老帅 保住泡面 黑方呢 就十分无奈 你先动降的话好异 下次的话 我还是进鞠抓士 来抗士将杀棋 所以呢 动老将 动士 已经根本来不及 只能平鞠来围剪 当你一平鞠 红方进鞠将 黑方呢 一杀老将 我再次平鞠 下一步呢 涛底抗士 又可以呢 摩持黑方的士来杀棋 但是这么走 你会发现 黑方这个竹呢 刚好靠过来 你用鞠抗士将 黑方呢 下老将 当你退居 想谋吃黑方的士 来围剿的时候 黑方这一边呢 却可以直接 拱底足 来牵制 而一旦这么走 红方如果 平率吃足 黑方呢 就进去砍炮 你一上算 黑方也是进去砍炮 只要红炮一丢 肯定要败 那么问题是出在哪里呢 关键就在于 当黑方这一边 选择抬高居的时候 红方呢 就不能 来追黑方的居了 而是呢 应该平居 到 上路的那些 防止一方的竹 靠过来 一叫炮江 迫使黑方呢 来垫居 这时候一下摔 为师不晚 那一方这个竹又靠不过来 老将跟士都不能动 只能拱边路这个竹 或者动居走行骑 但红方呢 那就可以自知不理 一叫居江 黑方上将 直接呢 选择一个 退居的一个走法 下一步呢 抗士 又可以呢 构成沙奇 那一方这一边呢 不管是动脑将 或动竹 红方呢 就平居抗士 好像这么走 黑方这一边呢 只有妙手呀 因为这里呢 只要你用居吃炮 红方呢 平刷吃居 当你会发现 黑方却无法下时吃红居 被帅耍双脸 这样一来呢 仅剩两个报备族 铁地要败 那你如果呢 不用居吃炮 而是继续平足走行 红方呢 就退高居 来抗士 你再次平足 我平居吃居 黑方必败 那么这也是黑方呢 一开局 眼看红方平中居之后 降五平四的走法 那如果一方降五平六呢 其面是否有所不同 红方呢 又开始会应对 红方现在这个炮的走位 十分关键 应该是把炮腾挪到内线 下一步照样是退炮 来牵制 构成作杀的机会 这时候一方呢 就十分无奈 你现在呢 一当上将之炮 我把脸将杀 那一方即便呢 有撑式抓炮 或者抬高居 两种方式 方式 如果黑方直接把居 抬到这个点上的话 红方只要退炮就行了 下一步利用居炮 就可以构成杀旗 黑方呢 现在 又来不及捉红炮 也无法点加造杀 你一撑式 我造头一将 黑方当时 我平居叫炮杀 抽吃一半的居 黑居必败 那有些企业会认为 我干嘛呢 把这个居抬那么高呢 我直接抬到 竹林线不行吗 这么走 红方又为了应对 红方现在呢 就把炮 推到视角的这个位置 照样是造头将来杀旗 黑方现在呢 破为无奈 还是得撑式 所以这里呢 黑方先撑式 跟后撑式 其实先后顺序而已 都一样 红方这里呢 就平居 造头将 黑方一当是 红方这手 又单组合 红方这边 巧妙选择一个 平居抓一居的手段 一叫炮将 黑方呢 破为无奈 只能平居 来挡炮面 红方呢 就可以上帅 高枕无忧了 你这个居 又被炮所双链柱不能动 顶多呢 只能撑式或平足走贤旗 但已经呢 毫无意义 那一番是一边呢 随便撑个室 也没用 我现在就进居点家 黑方一下讲 我又是平居抗士 这么一走 你这一边呢 面对红方待会退居 抗士将决散的机会 迫不得已 也只能含横 用居吃炮了 那双方这么一对 你会发现 你又无法下次吃居 仅剩两个报废主 铁定守不住 红方的当局 肯定要败 所以呢 这一盘棋居 也是一盘 红方的一个 必胜局 希望各位球有所见见 我们下一期 不见不上